很多网友跟老师说 哎呀 我就是气象台 因为只要下雨天气变冷 我的关节就会又肿又酸又痛 当我们在做曲风 尤其对风啊 湿啊 寒啊 其实在皇帝内经 它都是一种避震 什么叫做避震呢 就是因为湿气 寒气和风 聚在一起 砸会在一起 使得气血循环越来越差 嗨 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白夜老师 好多网友跟老师说 哎呀 我就是气象台 因为只要下雨天气变冷 我的关节就会又肿又酸又痛 风湿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那么在欧美就称为不死的绝症 每一年要花数千亿美金 在调理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白夜老师教大家一个 曲风法 对这个问题效果非常好 来 跟老师一起做 首先我们两脚与肩同宽 平行站立 然后把两手向上举起 做颤掌 非常好 颤掌这个动作很棒很棒 所以等一下你要记得颤掌这个动作 我们要延续用这样子的动作 来持续为大家曲风哦 好 来 两手落下来 好 先跟老师 左脚向左前方一步 两手做微微抱球 从我的身体前方开始向我的左后方转动 右手向上 左手向下 那当我完全伸展开来之后 我的颤掌就要开始了 来 跟老师一起颤掌开始 非常好 非常好 好 来 颤掌之后呢 看一下老师的重心哦 我的两个脚后跟都要抬起来 所以我现在整个身体是坐在前面的脚先上面 好 来 曲风法非常好 好 来 慢慢的我们两脚落地 两手再抱球 回到身体前方之后 这是一个运气的过程 好 来 再一次运气向上 我们来做第二回合 曲风法 好 来 我们看一下教练怎么做 当教练在做曲风法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的身体的重心 完全是放在我们的前脚 而且不是放在整只脚 是放在我们的前脚掌上面 然后当我们在做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他的颤掌 上面的手在哪里呢 是对着我的左方 后面的手在哪里呢 后面的手是对着我的另外一方 所以两只手是朝相反方向 并且维持颤掌 有没有发现 教练在做的时候 你看他身体是非常的舒展 对 就是要这么做 越舒展 效果越好 而且今天这位教练 给我们做了一个最棒的示范 什么示范呢 有没有看到笑容 真的 你有没有发现 干瘀就是身体的整个的 气血循环不好 而且呢 气节之后 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如果你想要改善干瘀的问题 笑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记得要看到 像前面这几位教练一样 他们的笑容 每一个都让你觉得 哇 好放松 好开心 就是这么做 好 来 做完之后 记得抱球回来 好 抱球回来 我们把左脚收回来 跟着老师我们要开始做右边了 好 来 右边同样抱球起身 现在是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两只脚的重心 放在我的前面的脚 来 跟着教练一起 看玉华教练 他正在做的这个动作 驱风法 所以上面的手 下面的手都要颤掌 整个身体完全像一只 大膨展翅一样 完全是舒展开来的 然后维持颤掌的动作 要看这位教练 他的笑容 标准笑容 你要笑成这个样子 才是对的 因为当我们在做驱风 尤其对风 湿 寒 其实在皇帝内经 它都是一种避震 什么叫做避震呢 就是因为湿气 寒气和风 聚在一起 砸灰在一起 使得气血循环 循环越来越差 就使得身体好像循环 被麻痹住一样 非常重要 所以笑容 加上颤掌 加身体的舒展 三个加在一起 就有效的改善了 好来 教练跟着老师一起 我们抱球回身 好 来 我们做调膝收工式 两手从身体两侧抬起 抱球在头顶上方 很多同学问 老师我要做几次呢 其实左三次 右三次 而且你也可以把次数增加 效果都会非常好 最后两脚并拢 两手破拳 希望今天的驱风式 对于风湿关节痛的朋友们 会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喜欢 记得按赞分享给朋友 下次再见 气功调养人的身心健康 主要就是靠两个字 气血 我认为 练气功就是一种 lifestyle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绝对不是只是 学一个功法 学一套动作 要跟我学的 真正的是一个lifestyle 一个真正重新改变自己的生活理念和方式 我们称作为自主生命 什么意思呢 我相信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为有功法 能够让你快速的达到充饱电的状态 所以这个功法是练一辈子的功法 你想想看 有什么是你一旦投资了 可以终生受用这件事情 我认为就是学会一套对的养生方法 sva 5 未经许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访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之后 看见